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莫扎特 他的生平以及他的宗教音乐 他是1756年出生在萨尔兹堡 他是七个孩子中最后一个 也是这两个孩子呢 他幸存的两个孩子 就是一个是他 一个是他的姐姐 玛利亚安娜莫扎特 我们看照片在哪边呢 就是这是姐姐 这是小沃夫刚 我们再长大一点 就像这样 那我们来回到前面来看 继续为各位介绍 他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位作曲家 除此之外 他爸爸是宫廷音乐团的首席 那除此之外 他是很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以及小提琴教育家 他出版过小提琴的教本 在那个时代呢 对小提琴的演奏 产生很多很重要的影响 我们就看见他在四岁的时候 已经显出音乐方面的天才 六岁的时候已经会作曲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被他爸爸带着 就姐弟两个人带着开始 你看这边有慕尼黑 在巴巴利亚 然后在威延纳到巴黎到伦敦 又到威延纳 然后到意大利 你看看他的人生多么丰富 那我这里我要念一篇文章 当然各位看见这是一个简体字 这是在大陆翻译的一个莫扎特传 我上面稍微提到一点点 就是这是一段文字 这一段是他的莫扎特的爸爸 提到 关于就是大概应该是写信 写回家 就跟他的莫扎特的妈妈 就提到我们这个小儿子怎么样呢 第一句话就说 所有的女士都喜欢我的小儿子 然后接下来又说 这个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玛利亚特丽莎女王跟莫扎特一家 在他的黄灯里头共度了三个小时 那小沃夫刚做了什么事情呢 弹奏鼓钢琴 而且接下来听着他 跳起来坐在女王的大腿上 张开双臂 抱着他的脖子热情的亲吻 哎 这小男孩呀 在他做些什么 然后接下来又是怎么样呢 到了凡尔赛的时候 又发生什么事情 尊贵的王妃公主 敬香亲吻小男孩 然后这位皇后在餐桌上 亲自喂鱼给他吃 只是那个时候 忘了喝喝干嘛呢 看着听着 这边说什么 只顾着一遍遍的亲吻皇后的手 然后接下来到了英国 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白金汉宫呢 他们受到国王跟皇后一个很热情的欢迎 我每次提到这件事情就要问一下 我们在座有这个学特殊教育的 碰到那么一个天才 他受到这样子的 在幼儿童的时候 受到这样子热情的 这种几乎是宠爱 浇灌你说他长大了会怎么样 确实是会怎么样 这对莫达特的一生呢 他的价值观 他对物质的想法 他的人生各方面 以及他自己认为别人对他的想法 都是有一些负面 确实是有一些 我们会现在会认为 可能不是很好的影响 好 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提到 莫达特在伦敦的时候 他曾经写过一首小小的这个颂歌 那这可以说是他在他的作品年表中 是第一首宗教音乐 那我们来放一下这一首曲子 这是他所写的第一首宗教音乐 我们可以算算看 算算看他到底几岁 你看他1762是6岁 所以到1765的时候 6就是789 所以大概是9岁吧 这位9岁的小男孩 他到伦敦 他去参加了圣公会的教堂的礼拜 然后呢 他为他们的教堂 写了那么一首经文歌 这位9位的教堂的教堂 这位9位的教堂 这位9位的教堂 我们听到就是一首无伴奏很干净的四部合唱 然后是英文的 歌词出自于诗篇46篇第一节 那接下来到了第二年1766年 他写的另外一首 这是一个慈悲经 Kiria 四部合唱 加上弦乐 加上管风琴 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思想 一个十岁的小男孩 他是怎么样的天才 让他可以写出像这样子一个成熟的和声 加上弦乐 好 我们这首曲子就听到这边啊 另外一个也是让各位同学知道啊 就是我曾经也提过很多次 我有一个部落格啊 这个标题是这个 然后各位同学可以在部落格上面去找啊 去看去在这个宗教音乐相关乐曲上面去找这个文章莫达特的生平与他的宗教音乐 我们这堂课所有提到的东西我都已经把它写在文字上面 而且这边也有音乐的连结啊 youtube 音乐的连结 那所有我在课堂上面还没办法说清楚的都可以在这个呃 这篇文章上面都会看得到啊 那我这一整篇文章呢 我把它分成三个 所以你会看见莫达特的生平与他的宗教音乐一 啊 然后有二 这样子就是把他的这一声以及他所写的宗教音乐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还有三 啊 就是让各位同学知道有那么一件事情 好 我们接下去来继续提啊 呃 接下来就要提到啊 啊 啊 意大利的时候 他去意大利访问的时候啊 那他看 你看我这边提到他们去意大利很多次啊 那 在意大利访问的时候 去意大利很有意思 因为在意大利呢 他不但只是发表作品 还跟一些朋友作曲家见面 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意大利呢 这个歌剧是一个重心 所以他当然去意大利他也会学习写歌剧啊 他也在那边发表他非常早期的歌剧 那在早期的歌剧的时候 演出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甲生 甲生南高音 唱的是他太棒了 然后非常喜欢那位甲生南高音 那非常钦佩他啊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他就为这个甲生南高音呢 写了一首 我来说他太太太 这首曲子啊 它太太太太 这首曲子啊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还会那位甲生南高音呢 不是这首啊 我来看一下 对 是这个 这是一个包含了四个乐章的一个女高音图唱 加上交响乐团的曲子 全曲曲上都这么写字很长啊 十五分十四秒 那包含四个乐章 第一个一张可以说就像现在听到的 好像是一个永汉调了 是一个呃 完整的一个永汉调 他到最后一个乐章的时候 跳过来 到最后一个乐章的时候 他就只有一个字 叫做阿里路亚 看他接下来 就是要表现这个 那一位甲生南高音 他可以唱出很棒的花枪 所以在这边就这样唱的阿里路亚 一直在唱阿里路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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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那我们把这所就停在这边 那在这个地方 它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们在意大利的时候 他有机会进到一个教堂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地方 我来为各位来提到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要同样的 就要回到这个地方 重新来认识这件事情 就是这一件 有一个教堂叫做西斯丁教堂 那莫达特在意大利的时候 他到罗马的时候 他在梵蒂冈 他爸爸带着他去访问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叫做西斯丁教堂 那刚好那段时间呢 就是天主教很重要的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 叫做圣州或是寿难州 在那个寿难州的那个礼拜 刚好那天晚上他去参加黑暗弥撒 在黑暗弥撒里头 他就听到一首歌 叫做弥撒瑞瑞 这个叫做求主垂帘 写歌的人是谁呢 我在这边就写了 这位叫做Alegri 这是1638年之前 17世纪前面的一位作曲家 他所写的一个圣歌 因为这首圣歌写得太棒了 那就精彩到一个程度 那个当时的教皇就严格的规定 这一首圣歌 乐谱不准外流 所以要听的 只能到这个教堂里头 到樊立冈的这个大教堂里头 由教皇的诗班来唱 所以那个谱不能外流 谁敢把谱外流出去 如果被抓到的话 他就会被逐出教会 这是当时呢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 这首曲子虽然有 只有真正到了樊立冈 到了这个教堂里头 才会听得到 莫达特那天晚上 他就去了 这个教堂里头 他就听了 在弥撒中间 他听了这首圣歌 听了就很感动 哇 然后呢 除了感动以后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哎 弥撒结束了 回到他的住的地方呢 这个小男孩 拿出笔来 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 把他默写出来了 过了两天 他们又回到教堂 又参加一次礼拜 在礼拜中又听到这首曲子 哎 把前前几天 他这个自己默写出来的笔 拿出来 开始一边听 一边把错误的地方 把它修正 啊 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传说 一个美美言 这样子 来 我们来听一下 这首就是莫达特 他在那个教堂里头 听到在弥撒中 听到这首声音歌 听了 然后回去就把它默写起来 过了两天 在听第二次的时候 又把这首歌呢 就把他经历一天默写 就把它重新来修改了一下 所以就成为一个传说 哇 这个代表皇家莫达特 他的这个音乐天分 原来就是这 所以他1769年 他被授予这个 爵位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地图呢 就是欧洲的地图 看一下 这个德国嘛 在这边啊 然后法国在这边 所以 奥 那个 奥地利在这边 我们再往下看 维言纳在这边 那莫达特的出生地 萨尔兹堡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继续往下谈 1771年 在萨尔兹堡的那个主教 前面的这一位主教在12月去世 这位主教 他对莫达特一家 非常的宽容 我非常喜欢莫达特的 他的这个天才 所以当莫达特的爸爸 说是要带着小孩出去旅行的时候 这个 这位主教非常的同意 而且鼓励他们 而且甚至会拿出自己的零用钱 来给他们 让他们这样子可以出去 这位新任的主教 他在历史上 评价事实上不怎么高 他人人都称他 他是蛮刚愎 蛮有一点独裁的 尤其是他对于莫达特呢 他非常看不惯 所以常常在喜欢 就挑莫达特的毛病 然后不准莫达特到处乱跑 希望莫达特的言心举止 要符合一个教堂 一个宫廷音乐家的这个身份 所以莫达特很苦恼 常常会觉得 哇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在那边就写了 1777年 要数度拒绝莫达特 想要外出演出的祈求 那么这种 这种就造成两个人的冲突 后来主教 干脆把莫达特父子的职位 都给开除掉 那爸爸 他是一个好好先生 所以他很快的就关乎原职 但是儿子呢 他干了什么事情 他是觉得 哇 被辞职的太好了 他觉得他自由了 所以他要干嘛 带着拉的妈妈 开始一连算的欧洲之旅 他要去欧洲做什么 回到当初在儿童的时候 那些非常热情欢迎他的那些城市 去那些城市 去那边干嘛呢 找工作 希望当他就想说 当初他很小的时候 大家都那么欢迎他造成轰动 现在他重新去找那些人 希望呢别人还记得他呢 就给他一个新的 而且更好的工作 但是很可惜的 这一趟呢 成果并不好 常常委托他去演书的 或者拿到的钱呢 没有当初答应他的那么多 非常多的挫折在这个里面 然后他在曼汉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他在曼汉的时候 认识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叫做Weber家庭 这个家庭在当时的艺文圈很有名 而且很有地位 为什么因为Weber先生呢 他本身他是一个出版商 乐谱出版商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那些音乐家都要想办法 巴结这么一个出版商呢 才能够来出版他们的作品 那莫托特当然很聪明 他也很快的就认识这个家庭 但是很有趣 他对这个家庭 跟女儿啊 很有兴趣 不久就跟那个 马洛西亚这位女高音呢 跟他相恋 那感情非常好 然后后来呢 他们 但是莫托特他要继续往前走 所以他就接下来到巴黎去了 结果到巴黎终于 妈妈受不了这个长途的奔波 而且那个时候的旅行不像现在 那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说他受不了这种长途的奔波 终于身体非常的不适 各式各样的疾病 最后就在巴黎去世 你说像这样的事情 当爸爸的怎么能够受得了呢 爸爸很生气 跟他说你给我赶快回来 不要在外面浪费钱 那莫托特只好乖乖的就要回去 回去的时候 他又路过曼汉这个地方 又重新找这位女孩子 谁知道这位女孩子 现在已经不理他了 而且已经要嫁人了 嫁给别人 这样 所以说 可以说是 他返回萨尔兹堡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工作没什么着落 然后呢 感情又失败 最重要的是 你看他跟他母亲的这种 害他的母亲去世 他心中应该是非常的沉闷 非常的难过 挫折 非常的内疚 再加上他跟父亲的关系 非常不好 继续在主教面前做工作 继续接受主教各样的折磨 在萨尔之堡 这个主教的地位超过一切 教育 经济 宗教 各方面 地区的政治各方面的资源都在主教的手上 那么 主教 特别的要求 在他的教区里头 那个弥撒不要太长 不要太花灶 花花草草这样子 所以这个弥撒一次 包括所有音乐 从后到尾程序结束 不能超过45分钟 所以你可以想象莫达特要在为这些弥撒写曲子 他可以写多长 所以他在萨尔之堡的时候写的都是这种家都是这种小 简短的迷你型的弥撒 像这个加冕弥撒 这种弥撒被称为他在萨尔之堡时期最有名的弥撒 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放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最后他跟主教就正式决裂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1781年主教要到维也纳去规见当时的新的皇帝维也纳皇帝 那是约瑟夫二世去规见他 他就带了他的底下的许多的臣仆一起去维也纳去规见皇帝 那么莫达特说啊太好了 所以他就跟主教要求说是能不能在维也纳的时候呢 在皇上面前演出一首或是一场音乐会这样 结果主教又跟他说能在维也纳的时候又跟他说能 那这个这个莫达特就很生气 生气到最后呢两个人大吵一下 就在维也纳的主教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当着众人的面 他就被主教踢出他的办公室 从此跟主教决裂 然后呢他就没有回到萨尔寺堡 我这边说离开萨尔寺堡 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回萨尔寺堡 他就留在维也纳 就决定当一个自由作曲家 这样好不好呢 所以就进入莫达特的维也纳时期 这段时间有十年 一直到他去世有十年是他的维也纳时期 那么这段时间他留在维也纳他住哪边呢 又去找维波家族 那个时候维波家族已经搬到维也纳 他去找他们住在他们家 所以当他们家的房客 结果谁知道当房客房客之后 哎 既然跟这位女儿微博的女儿小女儿的名字连在一起 各位还记得吗 前面这一位这是大女儿 所以这是姐姐哦 这是姐姐 姐姐最后没跟他在一起 结果他跑去跟妹妹在一起了 我就跟妹妹在一起 而且怎么样 结婚了 结婚了哈 因为这个婚姻 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西小调弥撒 那这首弥撒没有写完 他的一首非常在莫达特所有弥撒中非常有名的 虽然没有写完 但是这一首是很多人说是莫达特所有的弥撒中 如果这首写完的话可以被列为三大弥撒之一 那这三大弥撒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边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巴哈弥小调弥撒 第二个呢是贝多芬的庄严弥撒 那么莫达特呢 莫达特的这首西小调弥撒 可以说是第三个哈 例如 XD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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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 各位可以听到好这个迷沙听起来好像还蛮严肃的啊 跟过去的一些的莫达特的曲子不一样 我们要也要稍微讲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我这么也提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一首没有完成的迷沙 然后他在1783年的时候 虽然没有完成啊 但是他在1783年的时候 还是拿到萨尔自跑去演出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他已经决定了 因为在他的这个婚姻里面 他跟这个看斯坦萨结婚呢 这个莫达特的爸爸事实上并不同意的 所以莫达特就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用这个弥沙 然后呢 带到萨尔自保去 在他爸爸面前来演出 然后这首《弥沙》里面的女高音读唱呢 当然 理所当然的 就是他的太太 坎斯坦萨来读唱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 让他的 爸爸看见 哎 自己的儿媳妇呢 在音乐方面也是很有天分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到这个地方的那个莫达特的太太 他为他的太太量身定做的 这一团女高音读唱 好 我们听到这一段独唱啊 这是他的cure就是慈悲惊里面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 因此会看到的这有一段哇 很棒的花枪 啊 啊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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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首弥撒跟一个人有关系 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的这位斯威顿爵士 我们曾经提过斯威顿 每个礼拜天邀请一些音乐家到他家去 他会搬一些谱出来 那海顿受到斯威顿的影响 莫达特也是莫达特从斯威顿这边就真正的学习到这些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我们接下来 在这个中间的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在这十年威延纳的十年的中间 在这一首弥撒之后 他没有写过任何的宗教音乐 然后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这边就是非得提的哈 就是莫达特他虽然没有写宗教音乐 但是 阿特的威延纳的音乐家协会委托他要 写一个慈善音乐会的曲子 结果莫达特竟然做了这件事情 他把前面的这个细条叫弥撒的曲子呢 这个歌词拿掉 改成其他的歌词 然后就变成这一首 叫做大卫的悔罪诗 大卫的悔罪诗 看一下哈 这首曲子呢 我们听一下哈 如果你听过西条叫弥撒的话就会知道 基本上这种曲子呢 跟西条叫弥撒音乐是一模一样 他的歌词就变成 不同的歌词 他就把这个 放一个歌词 他就把它交卷出去 变成大卫的悔罪忏悔诗 然后就 就是 交给人家就当做他们的赤赛音乐会的这个曲子了 好 那 莫达特 在这首曲子之后 在西条叫弥撒在这么一首曲子之后 我说他没有在写宗教音乐 为什么不写呢 因为一个原因是他很忙 他忙着写歌剧 另外一个原因 是事实上他对于 主教所代表的那个天主教的教会的 有一些的不大满意 有一些的抗拒 但是 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他在维也纳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终于参加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叫做共济会 这是一个 神秘社团 这个社团里面 只邀请 只有男的 可以去参加这个社团 成为会员 然后这个社团里面 他在讲什么呢 他说我们绝对不讲宗教 我们讲什么世界大同 人类的不爱 讲科学 讲理性 等等讲文学 讲兄弟之爱 但是很有趣的是 这个共济会 他的 很多的 开会的模式 事实上有点像是 礼拜一样 所以他需要音乐 莫达特呢 就为这个共济会 写了一连串的 共济会音乐 那我们来听一下 这些音乐都是非常的 阳刚 很亮丽的声音 这些音乐的声音乐 是什么事实上的声音乐 是什么事实上的声音乐 这些音乐 是什么事实上的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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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音乐的声音乐 就是这样的声音乐 有一个,虽然自称不是宗教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对阴性 对阴性的事物,像是月亮,像是女性,虽然这一群都是男的,他们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叫做女神崇拜,像拜月亮,等等之类的 所以莫达特在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叫做摩底,受到这个工具会的影响非常深 很好,那莫达特一直到他最后一年,突然就碰出来两首宗教音乐 那第一首叫做圣体诵 这首圣体诵呢,他是为他的一个 维也纳 附近的一个小教堂的,在他们的弥撒里面,在领圣体的时候,唱诗班可以来唱出 有一些学者就看见,这首歌是真正他的信仰告白 他虽然这一生 他对 天主教信仰,或是对整个 教会 所代表的一种势力,他有一种很不满的一种排斥的 状况,但是事实上,他的信仰 他的那种天主教的 基督的信仰很深的,埋在他的生命里面 一直当他到了最后一年 有人委托他,他就开,他就觉得他就这样很认真的,把这么一首曲 把它写出来 因他在他这个下方 在他检开,林莫拉通 因Kruz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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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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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 拜拜